台北股市四大預言 我們全部都實現囉 外資今天持續來加碼買超 切記啊 這個時間點消費性電子已經開始發動了 千萬不要發呆啊 法人大戶包養股 銜接第四季行情 你絕對不能錯過 加入我的Lite小小鼠Z178 留言0920法人大戶的包養股 就送給你唷 歡迎收看標股控盤數 我是承認Jerry 讓我帶你掌握標股節奏 與法人大戶同步布局 好台北股市今天持續的大漲300多點 我相信很多人在過季線之後 大盤攻過季線之後才發現 哇這卓老師在前面 9月份一路跟大家的預告 全部都集中在9月11號以前 你現在9月底全部成真了 今天大盤的量能也回來了 你在擔心 哇那個上漲沒有帶量的 今天大盤量能也回來了 來 當然你可以看到 檀基建也1000塊了 紅海也漲起來了 當這些原本不動的股票都拉起來了 你反應過來的時候來不及了 很多人 你前面敢跟我抄底的人現在準備一檔 幾檔要準備獲利盒 那個外資今天是再買超 347億 秉優啊 5年買了啦 外資5年買了啦 我跟大家的預告 是在外資還不斷在賣超的時候 而且9月4號是暴跌千點 外資是賣超千億 隔幾個交易而已 外資居然把他全部的反手來做多了 大盤都過季線了 你覺得意外嗎 我問大家一件事情啊 當外資還在賣超的時候 我們已經跟他強調了 你看到表面上外資賣超 但是人家外資在 OTC貴買指數 8月14號 人家就開始去拉高他中小型股的比重到現在了 8月14號 今天9月25號 差幾天 3個禮拜的時間啊 你到今天才發現 外資5年買 不好意思 人家3個禮拜以前就一直不斷的拉高中小型股的肢股比重了 來 所以你會發現 你如果看到大盤供起來了 大盤過季線了 連續大漲的外資連續買差的 不好意思底部過了 這是為什麼我們在節目上一次告訴大家 別人恐懼我們要貪婪 那現在這個時間點我相信 大家 如果有看我們的節目 我們節目已經提醒了喔 現在已經過7月高點的股票 是我們準備要獲利了結的股票 不是你現在錯過的人該買的股票 華裔 又是華裔 我們什麼時候賣的 前天啊禮拜一賣掉了漲停板賣掉 4根漲停板賣光啊 獲利翻倍啊 華裔昨天開高走低今天也開高走低 你為什麼買這個股票 投資朋友 這個股票我們很強調 我賣在這一邊 289漲停板現在看起來是這個波段最高點 你會發現 已經領先大盤過7月高點的股票 你現在隨便買很危險啊 華裔的7月高點在這裡啊 我們賣在這裡啊 你現在看到漲停板過的股票你要知道喔 你要先看一下他有沒有過前高啊 大盤現在剛過季線 你會發現大盤現在剛過季線而已喔 今天大漲329點喔 他7月高點在這裡 有沒有過沒有喔 我們在節目上這一路來跟他強調的股票 我的持股 會員的持股 現在一檔一檔 獲利了結 所以我華裔賣掉了 你會發現 你最近去是好的結果還是不好的結果 很重要喔 現在大盤是大漲的喔 那昨天我們有跟他特別去強調的 上全 我們有跟大家複習嘛對不對 禮拜一禮拜二我們跟他複習 矽光子CPO的那個族群有哪些股票嗎 哪些股票我們是已經獲利了結 哪些股票我們準備獲利老結你千萬不要買的 我們就跟他複習嘛 上全今天拉高 快喔差一點 差一點200 差一點200 可是你就是要追那個哇吉拉會不會漲平板的 中槍 這檔股票 今天是先剛過 今天這個位置是先剛過7月高點 換句話講 你去買那個 要過7月高點 準備當天要過7月高點的股票 你就是會有風險你知道嗎 老師朋友昨天的節目你有看 我們有特別點名喔 中東的戰爭中東的危機對 航運股有表現 貨櫃三雄有表現 我盤前分析跟他點名了 幾檔的股票 裡面我們就有強調 7月高點沒有過的 他會後續還有表現 貨櫃三雄比如說長榮 留一下雙十節 你這一波有強有做 不是等那個中東戰爭結束 不是等美東的那個篩船危機結束 是那個雙十節之前你要先獲利了結一波 我盤前喔 跟他點名的是陽明 他開法說會啊 同志朋友他7月高點有沒有過沒有啊 所以這檔股票 你今天再進來搶 這個就對了 這個就其實 不會有什麼風險 貨櫃三雄裡面 連續兩根漲停板的萬海 7月高點快到了 換句話講 雙十節以前 航運股你要看誰 看萬海啊 因為 貨櫃三雄 這三檔股票 他很明顯的會先來7月高點 你看他7月高點來到了位置 怎麼表現的 你再去決定說 接下來長榮陽明你要不要繼續買繼續追啊 但是一個時間點我們給大家了 10月10號雙十節以前 你要有賺的 你至少要先獲利了結 你雙十節之前那個禮拜 不是開 再去買那個貨櫃三雄 那個航運股啊 切記喔 很重要喔 那現在這個時間點 很多人問我 老師 人家都要講車用電子 你怎麼沒有 這檔股票我9月份跟大家點名 今天會跟大家在節目上驗證 這檔股票2497一粒電 暴跌9月4號台北股市暴跌 千點外資大賣千億的那一天 我跟大家點名 這檔股票有大人在顧 今天是這樣子 突破殘紅棒 這檔股票我多久之前跟你講 有大人在顧了 還有很重要喔 我盤前分析 我Lite盤前分析 你只要有好好的去看 這檔股票 羚羊創新 昨天跌的 我盤前分析寫得很清楚 昨天拉回 今天有操作機會 我不曉得 你叫我Lite 這個你有沒有掌握到 你如果要掌握到 差五角 0.5元拉漲停 今天我跟大家在節目上來驗證 特別留意啊 今天的行情你如果懂得去觀察盤面上面的資金 來 現在央行打房 我們已經講了 打房 會讓市場上面的資金回流到股市 這個已經是一個 非常非常 我們講common sense 或者是一個 非常非常 應該要具備的一個操作賺錢的觀念 你在股市裡面如果沒有那種資金敲敲盤的觀念的話 真的啦 你會後知後覺啊 因為今天來講的話盤面上很多IC設計的股票開始陸續的往上噴 很多那種IC設計的股票 前面 你沒聽過了或他跌一段時間 忽然間拉起來 甚至有漲停板了 為什麼 第四季消費旺季 其中一個概念 就是電子產品 3C產品的消費旺季 我們的 原項為什麼8月分享給大家 9月溫溫漲 到了9月底這一邊開始陸續有漲停板 今天原項還差一點又要攻漲停 為什麼 因為準備要進入第四季 消費性電子的股票 IC設計就是一個最重要的代表 IC設計很多低基期今天已經開始動了 那你要知道 接下來盤面上面的資金會開始全面性的擴張出來 很多股票你現在要懂得挑基期了 懂我意思 今天來講節目我們跟大家來談 最重要的是 我們在9月份 節目上已經完全跟大家驗證 因為昨天大盤過季線的代表是我們在9月份 4大預告 全部都成真了 你現在4大預告成真了 你現在代表是進入了第四季 10月就是第四季 下個禮拜 就第四季 新的標股 你要趕快來上車 因為我們就很明確的在節目上告訴大家 我們開始一檔接一檔在做換股了 那我相信 我們在節目上跟大家的第一個 大盤的底型 右肩低點不破左肩低點 已經完全驗證了 包含了這個時間 你也可以看得到 回縮下來前面9月4號暴跌 5天 黃金買點 5天的黃金買點 等於說黃金周 我們都講在前面 把人外資的資金換手 做在21638以上 你現在可以看到嗎 資金換手 外資 5連買 我為什麼跟你說資金換手 你前面看到他在賣超 對我跟你講他 會換手 公過季限 大盤公過季限 四大預言 四大預告全部都成真了 來 投資朋友 我有沒有資格告訴你 接下來 我要代會員買的股票 你一定要跟上 很重要喔 我都特別跟大家來 特別來聊一下 因為今天來講的話 我相信 當然你可以看到 神盾集團的股票 他是IC設計裡面的 一個集團股 輪動股 當然 現在當然是在季底 你可以講說 哇神盾集團 神盾 安國 包含了 新頂 我先講這檔股票 你有看我的節目 我們在第一季有賺過 金向光 他是車用電子 但是他是 神盾集團轉投資的股票 你要知道 現在代表消費性旺季的股票 一檔接一檔再往上拉 也許就是說 前一波 最近這個時間點 大家你對於IC設計 你比較常聽到的是 那個創維 他底部翻漲 已經先過7月高點了 這一檔股票 我沒有做過 我沒有做到 因為我會員 會員的資金不可能 每一檔都有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 這一檔創維 我不會在節目上給你表演 但是你要知道 今天讓你看到 漲起來的IC設計 他做的是什麼 輪動 還有 低基期 這一邊的補漲 另外一個 就是消費性電子 忘記 好不好 很重要 因為我們在IC設計來講的話 最重要的代表作 最近期 大家你看節目都知道 原相 超越了7月高 7月高點 這一波的漲幅 破翻倍 我們的獲利 也已經可以來到 九成了 今天是 沒有收高 今天是沒有工漲停板 否則就是獲利翻倍了 好不好 我們做什麼股票 我們在節目上直接跟你講 我沒有代會員做到的股票 我就不會用表演的方式 希望 但我要告訴你 大家都說 你務必要知道 有一些個股 IC設計的股票 他已經沉寂一段時間了 為什麼忽然之間 在外資做完資金換手之後 整個 他就開始往上飆 你可以看到 立基今天漲停板 他前波高點在這裡 他的基金夠不夠低 那你為什麼要去追原相 你為什麼要去追上全 你為什麼要追CPO 我們有跟他聊到 前兩天的節目 我跟他聊到 CPO的股票裡面 矽光子裡面的股票 我們有鎖定 後面會補漲會輪動的股票 通家這個股票你多久沒聽過了 今天拉漲停板 他的前波高點在這裡 跟大盤一樣 跟大盤一樣 沒過前高的 跟大盤那個 停在季線下方一樣 所以我們節目已經在昨天不斷跟他強調你現在要買的股票 是像這一種 跟大盤前面還沒有過季線之前 他是屬於低基期 沒有漲過的股票 不是說 那個前面已經開始漲了 漲到現在 那個外資連續買照 你也跟著那個人家 創新高的再去買他 不是啦 6237的華汛 這一檔股票跌多久了 他基期夠低了吧 他的波段在高點 2月 7月高點 上半年度的第2季的高點 第2季高點在6月 他基期多低呀 這一檔是做什麼的 影像IC 影音的IC 影音是什麼 消費性電子 你的筆電你的手機 是不是要影音 對啊 你要看影片嘛對不對 你手機可以看影片啊 你的筆電可以看影片啊 是不是需要這樣的晶片 特別留意啊 今夜這檔股票 基期有多低 他的高點是在留在去年2023年 哇那基期夠低了 今年的高點留在7月 啊這股票跌多久了 現在為什麼會忽然之間 拉漲一板出來 消費性電子 現在市場資金 已經在準備第4季的行情了 這檔股票 我們去年有賺過有做過 這檔是做什麼 車用晶片的 投資朋友 特別留意啊 這些股票 今天忽然拉漲停 你可以看到他們共通的特色是什麼 低基期 全部沒有過前高 3094的連結今天拉漲停把他股價 低迷多久了 為什麼忽然間起來 基期低啊 前一波大盤沒有共性 公共那個季線之前 他就跟大盤一樣趴在底部嘛 來 所以 外資在做資金換手 我們預告了 我告訴你 外資做資金換手的位置 會在21638以上 你上個禮拜看到了嘛 外資做完資金換手之後你會看到 這個禮拜開始漲一些 你前面沒有聽過的股票 你前面沒有注意過的股票 前面沒有漲的股票 所以你去追那個過前高的 你反而會套啦 朋友啊 有了解嗎 昨天我們節目跟大家強調過了 今天你可以看到盤面上我就拿IC設計這個族群出來 我告訴你我們在節目上上個禮拜會跟他強調 接下來你要去佈局第四季 重點是什麼 人家本來就是忘記嘛 我跟你講啊 第四季上漲的機率前面10年只有一個2018第四季是跌的 因為那個時候川普發動貿易大戰 結果那一年第四季最慘 但是前10年只有2018那個第四季是跌的 其他全部9個第四季全部漲 只是差別漲大跟漲小而已啊 我們已經跟大家聊到了 而且前五年喔 2019到2023喔 前五年是每年的第四季都大漲 很重要喔 好不好 那大盤我相信啊 你有加我Lite盤前分析今天為什麼會大漲 很多人會擔心 過季線了會不會有賣壓 我盤前8點39分訊息直接告訴你了 第一個你大盤今天來講的話第一個開高拉起來 22354 你只要觀察今天開盤直接衝過去了 22354 你有手度 開刀走低有賣壓你也不用擔心 最重要的是12點半過後 無尾盤的時段 會有防守的力道出來 那我已經教你了喔 9點05分的收盤價 你把9點05分的收盤價抓出來 買盤力道的拉抬 12點半過後 輕鬆走紅盤 投資朋友今天大盤為什麼會收紅 收一個紅K棒 我盤前已經把所有的手法全部公開了 你可以從大盤5分K敲出來 簡單下去觀察今天大盤尾盤會拉起來對不對 是不是在12點半過後 無尾時段嘛 啊他拉起來公的位置是什麼 買盤拉過去的位置是什麼 這邊嘛 9點05分的收盤的位置嘛 我盤前就幫你計劃好了 我盤前就幫你寫好了 今天盤前8點39分的訊息 來 你有加入LINEET的觀眾朋友 你看節目加入LINEET的觀眾朋友 你自己手機拿出來 今天你可以來驗證 你今天直接把盤前訊息驗證然後我剛剛教你的 下去看 尾盤拉起來就幹嘛 9點05分的收盤價嘛 所以今天這個大漲了 329點的紅棒 用什麼手法 我盤前已經完全公開給你看了 完美驗證 我有沒有資格告訴你 我們的操作下一步 要買什麼股票 你一定要跟 切記啊今天來講的話 這一檔的一粒店 我希望行情在這個時間點 我不希望大家覺得是馬後炮 來 這一檔股票 我們多久之前就告訴大家了 你有沒有專心看節目 我在帶會員買的時候 你如果不曉得如何來找買點 你就錯過了 這一檔的一粒店我在 大盤暴跌那一天 就開始跟大家來做提醒了 直接來看重播畫面 來 8月初的時候你是怎麼過的 另外來講的話 這檔 一粒店 很誇張 從那個 開低啦 我本來想說你會不會跌停 你會不會跌停 我靠 結果直接拉起來 差點要攻漲停 你就要知道現在資金在做移動 很多股票有大人在顧的 來 非常明顯 外資賣給大家看 12年賣了 他買什麼股票 投資朋友 這個很重要 很重要 有一些股票 外資在賣超給你看的同時 他偷偷在拉高 那些中小新股的持股 昨天大跌的時候 我們在節目上點名有大人顧的股票 2497的一粒店 今天拉漲停 你看一下外資的持股 從8月到現在 雖然今天是漲停 有調節 有賣超 但他持股比重沒有這樣殺下來 你要懂得去看持股比重 你就會知道說外資賣超不可怕 可怕的是你不曉得外資在偷買什麼股票 好 投資朋友看到嗎 對不對 你可以看到嗎 9月4號是哪一天 那一天大盤暴跌 1000多點 收盤大跌999點 那一天外資大賣了 1000零幾億 破千億的賣超史上第一大紀錄 我們節目剛剛你有看到嗎 大人在顧 你看看那個畫面對不對 可惜沒有跌停版 那一天我正在等他跌停版 可惜沒有跌停 所以那一天 我沒有機會買 隔天你可以看到 他拉漲停了 我告訴你外資在吃貨他 可是沒有 我會帶貨員去追漲停嗎 沒有啦 隔天啦 隔天壓低震盪的時候我帶會員進場啦 75塊半啦 來 9月6號啦 投資朋友 我在節目上所講的股票 我如果看好他 第一時間那一天 因為 大跌那一天他有大人在顧 我知道外資已經在加滿他一段時間了 我不可能每檔股票買在最低點 但是你可以看得到 如果 你知道這檔股票後面會拉後面會輪動 我從會員的資金這一邊 持股的配置這一邊找到空間了 一定會進場 我帶貨員買股票沒有再拉起來 快漲停板趕快試駕敲的啦 沒有啦 你如果在這一天拉起來將近快漲停板這一天 就9月4號爆疊那一天 大盤爆疊那一天 你跳進去買 你這一根的黑棒 你要不要停損 很多人一定會停損 你這一根沒有停損 撐下去 好這一根你要不要停損 因為你追高你會怕 但是我們是低接啊 震盪低接完之後等他這個時候慢慢墊高拉起來 當然啦你如果 看到我的節目上跟你驗證一粒墊了 然後你覺得老師 這一檔股票還能不能買 你如果要問這個問題我真的是無言以對 我把這個時間走拉遠一點 今天的一粒墊它是創下今年 2024 以來的最高價 你要問我說這個股票還能不能買嗎 老師朋友 我月初就已經告訴你了 9月4號你剛才看那個重播畫面 9月4號是在哪裡 大盤的9月4號 那一天是跳空長黑啊 我在這一天跟你講一粒墊的 雖然那一天我等不到跌停板讓我買 但是後面震盪的時候我還是帶會員進場 現在大盤衝起來的拉起來的 人家開始創新高創下今年新高那很正常啊 我們準備要賣的股票不是你現在跳進去的 投資朋友 接下來會越來越多 我們在9月 那個大盤跌的時候你不敢買的時候 我在節目上告訴你跟大家解析了 陸陸續會一檔接一檔跟大家來驗證 然後我們要準備 獲利了結換新股了 好不好來 你看看他重播畫面嘛 9月4號跟9月5號嘛 那兩天漲嘛 我不帶會員追嘛但是震盪的時候就有機會嘛 9月6號那一天早上9點21分嘛 你大概看到那個畫面我們日線圖切出來 他是黑K棒的 我買股票的風格是這樣的 你可以回說來看為什麼四大預言我一直跟你強調 9月4號那一天我們的節目標題 而且你上個禮拜看過重播畫面了 暴跌那一天我跟你講送分皮 外資賣超千億 黃金周 五天嘛一個禮拜不就五個交易日 啊不是黃金周不然是什麼 對吧 上個禮拜 你都看過重播畫面了嘛 你沒有看的人 上個禮拜五的節目 你都可以從YouTube頻道去搜尋 我們跟大家回顧了 大跌的時候 我們所點名的股票 你可以發現 後面 因為你願意跟著我一起來做 一定會有所收穫 現在的我絕對有資格告訴你 我們新的股票 要撞他了 搞鬼 財神爺跟你敲門 我都在這邊講的很清楚 財神爺跟你敲門了 你千萬千萬不要回絕了 好不好 你錯過的人 尤其是很重要 現在大盘過繼線了 所以你買股票要有方法 講白點了你現在回去 前面兩個禮拜就好 不要說9月4號爆點那一天再來一次 前面兩個禮拜就好 你是不是閉著眼睛隨便買 你現在來講大盤過激線 賺錢跟賺錢 那不是 但是時間可以從頭回去嗎 兩個禮拜前我不敢 我在擔心CPI美國經濟數據 川普會說什麼話 好 這樣包了不知道怎樣 是不是 我是不是一直跟他呼籲你不要去看美國股市 你千萬不要熬夜 沒拆鋼 我都已經把外資手把全部跟你講光了 曝光了 破解了 你現在回頭來看月底 我們就是一一來驗證 我點你的股票 我講大盤會發生什麼事 全部都驗證 你可以從我YouTube頻道裡面找 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這三個基本動作有做 我相信你都可以去驗證 大盤底型 很多人在那V轉V轉 我直接給你畫給你看了 那個 有的人都看到八月份這樣拉起來 就直接喊這個兩萬四 沒有嘛 我跟你說W 進入九月暴跌出來送分 右肩不破左肩 上個禮拜都跟大家直接把底型畫出來 那個重播畫面都直接給大家放送 重新的溫習過了 暴跌之後黃金五日 黃金周嘛 你現在回頭來看嘛 這一段拉起來 以前前面這邊12345 暴跌之後是不是五天的時間給你買 對吧我那時候天天跟你講 我黃金時間外資在送禮物 我天天講願意相信人不多啦 一定要等到哇外資資金換手真的來了 真的是21638 你知不知道我跟你講 資金換手嗎 換手之後 連續天天買鈔啦 不然換手其實是沒有意義 我已經跟你預告人家會換手了 你就是要等到人家 買給你看五年買了 有沒有過季線 昨天過季線的拉 重播畫面我們在昨天都跟大家溫習過了 現在這個時間點 我在九月份的預告全部成真 現在你要知道喔 這個禮拜是第三季季底在做帳喔 所以我已經在節目上告訴你說 你買股票你不能買那個 要剛好過七月高點 剛好要過前波高點不是喔 你要去買後面會接棒的股票喔 好不好 你不曉得該怎麼買的 切記168 我當作是季底最後衝刺 新的標股我邀請你一起趕快來上車 因為我現在會員的持股一檔接檔再換 我獲利賣 轉回來的資金就是要馬上買新的股票 切記喔你有時間跟啦 好不好 林陽創新 剛剛我就跟他提醒了 這一檔股票是什麼 IC設計啦 人家已經在醞釀消費性忘記了 今天差0.5啦齁 差5降漲平板 我會員是先買現賺的 今天換股的會員是在買在這裡 一大早買在這裡拉起來 是可惜啦沒有漲平板 好不好我會員的訊息 換股的會員今天早上9點28分掛的 我前面有賣股票嘛對不對 我節目上有告訴你嘛 甚至我已經告訴你你手中有哪些股票的人 你手中AI股的人 你有叫我Light對不對 我已經講了齁 你手中有什麼AI股 要換股嗎 盤前分析 我連續分享幾天了 我點名一些AI股 我不知道齁 現在這個時間點 大家你有沒有好好積極的 去把你手中指股看過一遍 9點28分179元 幸好這邊有一個穿價 順利進場完之後馬上擠拉 雖然最後面差5降 但是意思到了 好不好 這檔股票我盤前分析 今天你有加Light的觀眾朋友 手機拿出來 8點39分 我點名林陽創新 很重要 因為這檔股票昨天跌 林陽創新今天差5角漲停 但是他昨天跌 好不好 我盤前分析裡面寫得很清楚 林陽創新什麼樣的理由 他說 昨天股價拉回 今天可以留意操作機會 我在帶會員操作 換股進場 你有沒有動作 我帶會員操作 換股進場 剛好掛架是在這裡成交 就拉起來 你有沒有動作 來 很可惜 我們節目講得很清楚 我Light講得很清楚 因為第一個 第一手動作的一定是我的會員 你加我Light 第二手 第三手是你偶爾後面看節目的 對吧 來 林陽創新昨天是黑K還是紅K 昨天是不是拉回 我盤前分析 裡面的訊息內容 直接告訴你 昨天拉回 今天注意 留意操作機會 差0.5漲停板 差0.5漲停板 這檔股票 我為什麼會做它 很清楚啊 有沒有過高 沒有啦 你現在要買到股票啦 你不是亂用啦 我帶會員現在換股 就是在做這件事情 你後面林陽創新 老師林陽創新如果過了 你趕快把它跳起來 我趕快買給你 朋友啊 這個時間點你腦袋要很清醒喔 來 這個時間點你腦袋要非常清醒喔 你買股票要知道 因為行情好起來了 今天量能回到4000多億了 你買股票要知道 欸 不能隨便亂衝喔 你要有選股邏輯喔 你不是這樣 挖去你就去挖喔 你挖去你去挖 你現在就穿喔 你會看到大拔 好用欸 停在季線那附近 大拔可能還有新高點 大拔還在去 另外一次還在買 可是你的股票追高就啪 華裔 我們昨天提醒了 今天你也有在看到了嘛 對不對 華裔我們連續點兩天喔 今天第二天連續點兩天喔 來 最近放出來 任天堂的 利多的 你看我節目都知道 他8月營收成長 他是做什麼 影像感測器 CIS 對吧 他8月營收成長的 你看我的節目我在任天堂 這個獨家的供應商 利多爆出來之前 我就先跟你講了嘛 人家外資已經先卡位了嘛 這我在8月中旬的時候 先給你提示的圖嘛 你有加LINE的觀眾朋友 你都拿到提示圖嘛 我們在8月21號 節目就給你開牌亮相了嘛 你到9月底 一個月 差一個月你才說 任天堂獨家供應商 一個月呢 我們在節目上開牌亮相 一個月 你才看到任天堂獨家供應商 我不希望你看我節目 你現在在追那個原相啊 給我講白一點啊 我不希望你看我節目的觀眾朋友 你現在幫我來做台教 我不希望啊 你如果是我的忠實觀眾 你不應該去當那個台教的人 是給其他的 其他沒有看我觀眾的人 其他不曉得我有做原相 我8月份都直接分享原相的人 讓他們去台教 但是你不要嘛 我們賣了耶 我們要賣了耶 我什麼時候就進場了 欸142 這個會員訊息 修一個月了 欸今天是沒有漲停板啦 今天是沒有收高啦 否則我們獲利直接翻倍了啦 但是我們今天以收盤價270來算 是90.1%的獲利了啦 我沒有再用最高點來算的啦 我不幹那種事 從最低化到最高 轉波龍過來 我不幹那種事情啦 你是我的忠實觀眾 你都會知道我的風格啦 加碼點 9月份加碼點那什麼地方 186 9月4號暴跌那一天啊 大盤暴跌千點的那一天 外資賣超千億的那一天啊 我們會員訊息早就講了 早就公開了 你到現在 喔任天堂獨家供應商 欸拜託咧 我加碼點嘛 賺45%耶 100萬加碼 賺45萬耶 我已經這樣還要買原相喔 所以相對的 已經拉起來過高點的 創委 委權店 這種也不是我們現在會帶會員 換股進去的股票 講白一點啦 所以你盤中在問我的齁 一些的觀眾朋友 我這直接 這一律的全部回答你 過7月高點的 IC設計的股票 不會是我們現在換股的選擇啦 我早就能告訴大家 我們買股票 這一波現在一檔接一檔獲利了結 最重要的是 前面 暴跌的時候 外資天天賣的時候 別人在恐懼的時候 我們貪婪賣的 我跟你跟你講啊 每一檔股票不管什麼族群 你在 暴跌的時候 別人大家都害怕的時候 我們貪婪進去把它抄底 我說你設定目標40% 不是只有IC設計啊 不是只有原相啊 不是只有華裔啊 華裔我們是獲利了結了 翻倍 我賣它哪一天 9月23號 昨天9月24號 你為什麼還要買 今天9月25號 你為什麼還要追 對嘛 喔 我理由講得很清楚 923的節目 你有看我理由跟你講得很清楚 為什麼要賣它 加碼點就可以賺9成嘛 華裔嘛 一開始 我們就跟大家去強調 最重要的 你看我節目都知道 因為半導體設備廠 台積電好朋友 我今天說很久的啊 很多收拾觀眾聽到 噢那個 噢耳朵都快漲減了 所以換句話講 萬潤 我們不用賺 獲利翻倍 那我也直接告訴你 我賺它93% 算客氣了 因為萬潤後面有高點 但是你會發現 它漲幅越來越 越來越什麼樣 保守了 越漲 那個漲幅越來越收斂了 我在它最精華的這一段 93%賺起來之後 我Light已經提醒了 我這一檔萬潤會把它賣掉 原因是什麼 台積電好朋友裡面有一檔 裡面有一檔 我希望我 賺到這一檔萬潤的菁英 賺到這一檔華裔的菁英會員 可以有資金去享受千金股 前幾天的Light我已經寫得很清楚了 伊特48%的獲利了嘛 重達KY獲利了結了嘛 細光子CPO的股票 我們前兩天不是都有複習 哪一檔股票沒過高 你都知道嘛 有過高的 那是你現在要買 不是啦 可是朋友 新的股票是你現在最重要的選擇 我們的節目在上個禮拜已經提醒大家了 前面五年 你在第四季 他後面來講的話 往上漲的機率是百分之百 換句話講 十月以前你如果在大盤季線以下買股票 最後面的勝率是百分之百 而且你的獲利是比別人多的 現在大盤季線已經過了 最好是齁 你在雙十節之前 拜託耶拜託耶 不管你信 那個道教還是佛教 還是那個耶穌阿門的 希望一下 那個 那個再破一次大盤季線 給我買好不好 我希望你 你願意做這樣的禱告 你願意做這樣的拜託 送錢給你 你要懂得抓住 我已經示範給大家看了 所以我現在這個時間 我直接跟大家來談 台積電供應鏈不是說 哇那個我每檔 都已經賺完了賺班了沒有啦 他後面還有輪動的啦 你可以看一下齁 我這個統計表 我節目上有點名的才有喔 過錢高的喔 每一檔那個齁 漲幅最小的是這個加登 46% 換句話講 每一檔40%不過分吧 100萬抄底 100萬進場 後面賺40萬出場很基本嘛 對吧 我已經講了嘛 你現在思考的是齁 不是檔面上這一些 下一檔是誰啊 好不好 第四季的新標股 現在趕快上車 我9月份的預告全部都成真了 現在記底衝刺 168專案 我等你一起來賺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